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丹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跟大家介绍一个家用的点阵激光美容仪吹呀 这个仪器是我几年前就入手的 但是我没有持续的用它 我只是用了一两次之后就把它闲置了 是因为我的皮肤这一段时间 就这几年一直在持续的长痘 它是不去痘的 把它打在痘痘上面会使这个痘痘的炎症更加的严重 而且在长痘期间皮肤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屏障受损的问题 而点阵激光它是通过先破后立这样的方式 先给皮肤一定的损伤 也是对于肌肤屏障的一个压力 所以在长痘期间是不能够使用它的 我这一段时间痘痘基本上就消下去了 所以我来用它进行一个早尾的清理工作 就是可以去一下痘坑缩一下毛孔 我用它大概是四个星期一个月的时间 我也做了一些关于点阵激光和TREA的research 也有一些自己的心得 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点阵激光它的作用原理 点阵激光产生微小光束作用于皮肤之后 形成了许多微小的热损伤区 因为我们人是活着的嘛 就会修复这些损伤的地方 就会启动自身的自我修复机制 刺激胶原蛋白的产生 这个胶原蛋白是我们需要的 可以抗老也可以使豆坑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明显 也可以缩小因为衰老而产生的毛孔的问题 医院也有点阵激光的这个治疗方式 医院的点阵激光它是波脱式的 能量非常的强也需要一定的修复时间 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我看了一些其他的朋友们做的这个 去医院点阵激光的视频 他们回来之后脸上就会有很多的伤口 还挺严重的 然后在之后的两三天之内就会结痂掉痂 在这个修复的期间不能够洗脸不能化妆 有的时候不能出门 但是熬过了这个修复的期间之后 皮肤就会有一个很大程度的提升 我看他们很多人的豆坑都浅了非常的多 这个家用的点阵激光仪就是能量没有那么强 它是非波脱式的 很多人用完之后第二天的皮肤就是轻微的泛红 或者轻微的起砂 像我用完之后第二天就基本上看不出来 我第一天用了它 所以它不需要修复期 第二天该洗脸洗脸该化妆化妆就是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呢它的效果也不会像医院的那种 波脱式的点阵激光那么明显 如果你要是非常严重的豆坑 想要用它来治疗的话 我觉得它会让你失望的 但是如果就是轻微的豆坑 然后一个日常的保养用它的话 我觉得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使用方法 吹压把我们的皮肤分为了四个区域 就是额头下巴还有两边的脸 它自己也分为三档 就是这是一档二档还有三档 一档给予我们的每个区域的时间是三十秒 二档是一分钟 三档是两分半钟 其实一档和二档就是一个皮肤准备的过程 三档是作用于主要是治疗的过程 官方建议的使用方法是一档使用一周 二档使用一周 这个是给皮肤的一个准备的时间 然后三档使用六周进行治疗 总共是打八周休息四周 我现在的进程是打了四周的时间 我这次打的时候是没有进行一档和二档的准备的 是因为我以前已经零星的打过它 而且我在之前到几个月都在做微针 所以我觉得我的皮肤已经可以适应这种侵略性的这种治疗 但是如果你要是从来没有做过这个 也没有做过微针 什么都没有的话 还是建议按照官方的使用方法 就是先把一档和二档先打了 给皮肤也给自己一个适应它的过程 这个痛感是这样的 我刚刚使用它的时候 一档是有一点点刺痛 是完全可以忍受的 就是没有特别的痛 二档就是有一点点刺痛 三档是还是比较痛的 我刚使用那会儿 就我打的时候是痛 但是没有那么的痛 可能我所有的focus都在这个操作上面 我就没有感受到痛 我真正痛的时候 就是打完它睡觉躺在床上的时候 就是可以感受到一切的时候 我就感觉我的脸好疼啊 那个疼就是有一点影响睡眠的那种疼 所以说你要是想要入手它的话 痛点很低的话 是需要稍微做一下斗争的 但是我经历了一些微针啊 一些就是其他的治疗之后 我的皮肤可能适应了一些痛吧 我这次再打三档的时候 我就是完全没有感觉到痛 就是一点痛都没有 只有一点热热的感觉 所以就是熬过前面 那个很痛的结果 你后来再用它的话 就不会那么的疼 下面我们就来操作一下这个点震仪 官方的说法就是你洗完脸之后 就直接的用它 就什么护肤品不要用 因为任何的护肤品都会 吸收一部分它的这个能量 它的作用就会减少 所以就是我们就什么都不用来操作它 我个人的一个使用感受 就是要等脸完全干的时候 因为脸比较潮的话 在操作的过程中会有点卡卡的 脸完全干了之后就会比较滑溜一些 就是比较好操作 然后我们就来操作它 我用的是三档 它操作起来非常方便 就是这样慢慢的移动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是单独放脸上的话 它是不会运作的 它只有这种移动起来的时候 它的灯才会亮 灯亮的时候就是它在工作了 我现在这个三档就是感觉不到任何的疼痛 就是有一点热热的感觉 如果你要是觉得很痛的话 就要这样快速的这样用 因为它单位时间 它打出来的能量是一样的 就是多少是一样的 快速的话就是可以使这个皮肤这边少 吸收到一些能量 就是会没有那么痛 但是如果你要是想让它效果更好 不怕痛的话就是慢一点的操作 这样就是让这个局部能吸收到更多的这个热量 比如说我这个法灵纹这边 我想多打一些 我就这样慢慢的移动 就是使它多吸收一点这个能量 但是就会有一点点的痛 像这个太阳穴这个部分 它那个官方图显示也是属于就是跟脸颊属于一个部位 像它这个机器有一个小的眼部的那个仪器 我也用过 那个小的仪器就是跟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那个能量是大于这个二档 小于三档的 它的那个头比较小 你看这个头是大头 就不太好处理 就是眼睛这块这些细节 那个小的头就可以处理那个眼部的细节 但是那个小的仪器已经被我用坏了 它的前面 这个头这块是一个金属的贴片一样的东西 用着用着那个贴片就 就松了就掉了 所以就是这个仪器还是挺容易 就是坏的 它这个B一生之后就要换区域了 我们就换到这边的脸 它这个三档每一个区域的时间是两分半钟 然后一共四个区域是十分钟 我觉得对于家用的这个美容仪来说是比较好坚持的 因为有的美容仪是需要一个小时 还有就是那个比如说大牌灯 二十分钟是全程闭眼的 就会不太容易坚持 像这个每天十分钟可以边看电视边操作 就还挺容易坚持下来的 这个如果你的脸部有一些注射的一些什么 其他的医美方面的东西的话 你要咨询医生看看能不能打 就是还是安全为主 如果就是打到这些就是槽里面就感觉打得不好的话 就可以把嘴稍微就是鼓出来一点 就是让皮肤尽可能多的接触到它这个头 打的过程中一定要是这样横着打 不能是这样竖着打 因为这样竖着打 它这能量都是从这一条里面出来的 这样竖着打的话 就会使这一条能量太多了 就会烫伤自己 所以一定要横着这样打 这个声音响了之后就是一个 就一天的就打完了 在用完它之后的一个问题就是护肤品 我们应该怎么选择 在打完点阵激光之后 脸上会有一些很细小的伤口 所以大的原则就是选一些成分比较好的 还有香精防腐剂比较少的这样的护肤品 而且它的官方宣称也是用完这个TREA的仪器 对于护肤品的吸收是平时不用的四倍 所以如果用了太多的香精和防腐剂的话 我们的皮肤就会吸收了太多这些没有用的东西 然后给皮肤造成一个损害 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如果你从来没有使用过点阵衣 或者类似这样的仪器的话 前几周要给皮肤一个好的基础 就是维护屏障的强韧与健康 要选择一些修复类型的成分的产品 比如说蓝铜胜钛 它可以促进这个伤口的愈合 还有一些抗老的作用 或者是神经显安 因为用完它之后皮肤会感觉到比较干的 神经显安是帮助我们皮肤锁水的 像面膜它是及时补水嘛 但是可能几个小时之后 这个水分蒸发了或者是代谢掉了 皮肤就又会感觉到很干 神经显安是帮助我们皮肤锁水 提高皮肤锁水的能力的 就是使这个皮肤没有那么容易感觉到干 所以神经显安是对于锁水非常好的一个成分 我用这个仪器四个星期 我没有用一张面膜 我也没有感觉到皮肤很干 就是我用了神经显安的这个成分 它是提高皮肤锁水的能力的很重要 然后还可以用一些维生素B5这样的成分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维护屏障的健康 如果用完这些成分几个星期之后再用吹呀 你就会感觉到用完之后皮肤没有那么的红 或者是没有那么的干之后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 就是用一些比较功能性的一些成分 像它的官方配套的使用产品里面有VC面膜 还有一个Finishing Serum 那个Finishing Serum里面有VA式黄唇 这两个VC和VA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你选一样用就好了 因为这两个成分都会比较刺激 再加上它也是一个比较刺激的一个方式 三个一起用的话就会太刺激了 如果你的主要诉求就是抗氧化亮白 那就选VC它的亮白功效是比较好的 如果你要是主要的诉求是去痘坑啊 抗老啊缩小毛孔这种的话 那就选择VA醇这个成分效果是比较好的 VCVA在跟它一同使用的时候 建议要从低浓度的开始 高浓度的话还是就是太刺激了 屏障永远是第一位的 下面看看我一个月的效果吧 从豆坑的角度来讲 这四个星期的效果还是可以的 从现实生活中看会比在镜头里面更加明显一点 我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就是我有一点反黑 我就查了很多资料 资料显示反黑是正常的 是因为黄种人的黑色素会比较活泼 三分之一以上的黄种人在做完激光之后 都有一个反黑的现象 这是因为皮肤在做完激光之后 脸上都会有一些伤口 这个伤口多多少少就会引起一些炎症 这个黑是炎症后的黑色素沉淀 是皮肤的一个自我保护现象 是自己可以退掉的 如果想要尽可能的不反黑 一方面就是要严格的做好防晒 第二个就是要及时抗炎 让这个炎症及时的退下去 第三就是有一点反黑了 就像我这样的话 就是要用一些含有VC的东西 因为VC可以加快炎症后黑色素的代谢 所以下个月我在用这个吹压的时候 我会着重的用一些抗炎和含有VC类的东西 因为我这个月可能更多的用的是A纯 然后我们看看下一个月我用抗炎和VC类的东西 这个反黑的现象有没有得到缓解 还有这个豆坑能不能进行进一步的改善 我觉得效果还是可以的 但是它的缺点也有很多 就是它的故障率很高 因为我看有的人可能第一次买回家 它就坏了 而且我有好几次我都充不上电 我是给官网发邮件 然后他们告诉我怎么充电的 它的充电器 很独家的一个充电器吧 就是你那个充电器坏了 这个机器就是废的了 就是没有办法配一个 你要是买它的话 一定要保护好充电器 然后找一个有售后服务的商家来买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 因为它的使用 官方使用是八周是一个周期嘛 我现在才使用了四周 所以说我还会有一个视频来做它跟微真的对比 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